运动 精准 还有先锋精神 今天咱们就看看泰格豪雅这个新品 是不是符合这三个关键词 走 今天我给你们请了一个高人 卡宏 他就是泰格豪雅的机型总监 在很多东西 看到更远更远 是在讨论 做不同的东西 有这种创业的创业 有这种创业的创业 这种创业的创业 泰格豪雅的追尊是有历史的 在20世纪初的时候 泰格豪雅就做出了具有追尊功能的描表 1970年代 泰格豪雅赞助过法拉利车队 当时泰格豪雅就派了一个计时员 携带了一款机械计时表 为法拉利车队计时 所谓追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测计多个时间片段 比如说多名出发者 起跑以后 这个计时表 第一个人达到终点以后 可以测计下来第一个人的成绩 但是这个计时功能还在走 直到第二个人的成绩出来以后 梁莫真佑同时追上 把它可以继续测试 在高级万表里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重要的复杂功能 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摩纳哥这款设计 除了这个高复杂的机芯以外 它的表壳结构很有讲究 正面 这是一个龙起的多龙面的蓝宝石 背面的话 整个是一个通透的蓝宝石表背 所以拥有者可以尽情地信任他的机芯的功能 还有他的做工 可以说这个是非常难的 难到什么程度 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个人 好好给你解决一下 所以我们想要做 这个转移动 在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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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的 也是硏黄了 融锁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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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了 包括 partic Сп Georg的 以低二 的 slider 和复杂。 在浮沫和高速度的高速度 更高速的高速度 所以我们有很高速度的转移动 也有机会有的动力 和高速度的转移动 所以我们是在转移动 转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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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一套特别的特别 這個棺子是會長的雷架 burdens用雷架 瓣的雷架な雷架 然後,層有黃色塑造了 瓣的雷架 他們要多了 我們也希望刻意 增長在一層的儉器 這就是我們用主機器 這邊也有鑚 你能看到整个动物 又在同时,保持好压力 选择iye观看 这就是祸盆子 所有工具都能做到手 而,例如在这里 能够有特殊级级的污они 我们所修了一个小拳 打架子是决定性的 在每个角度的架子 我们将操作了手机处 我需要距離海盆的尿草 就要用打球尿草 大概30多的工作 衷大力的贴力是那颗浏的勇很确. 若有多少课 或者其他几乎 原来是一个多个技术 它需要很多工具 有很多的操作 而在厚厚厚的操作 是永远的操作 更多有的操作 更多的操作 但是 不是因为有两倍多的操作 它是两倍多的操作 那操作的操作 有多的操作 那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 一样的操作 我们必须操作 有不同的操作 有不同的操作 的操作 而 操作的操作 我们不喜欢这些操作 因为 这些操作不同的操作 起来的操作 而是很困难 第三个原因 是 它是另一方面 很难复作 在操作 它是实际上 可是操作 能复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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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三个原因 是最困难的 我认为是比较适合 但第二个我认为是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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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钟表行业少有的可以驾驭自动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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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括它的刻度都是在蓝宝石的内侧 另外表盘是下沉型的 还有一些细节 黑色小表盘上的红色指针 也是增加了它的运动气息 速度感极强 注意看表格的侧面 这个表耳的造型 其实也有微微的变化 你看这个地方切了个脚 另外一个造型上重要的变化 是集成石的链带 虽然卡雷拉以前有钢链 但是这款它的造型跟前款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从设计上 更趋向于成为豪华运动表的设计 我们俗称当下有货 通过这些链接 抛光链接延续下来 形成一个整体 布和大摩链接是拉丝的 跟中间的部分形成了一种节奏 什么叫豪华 细节营造豪华 这款是卡雷拉的Skipper 泰戈号有赞助翻川赛的历史 比如在1967年的时候 泰戈号赞助了吴卫号翻川队 这个翻川队赢得了当年的大奖 1968年也就是接下来这年 泰戈号为了庆祝这次胜利 就专门做了一款卡雷拉的Skipper 这个表盘这个颜色呢 它是致敬的出代目的用色 所以是卡雷拉的 跟我们的迹动 银银红银红银线 的TH20 特别有一个15分钟 它是15分钟的时间 为15分钟的游车吗 为了游车的游车 有一终码停机 三次五分钟 因此这三个不同的纸车 在5分钟的游车 这变成三次五分钟的领域 前面的飞鱼 所以它使用了規模的規模 在飞鱼上的飞鱼上 在飞鱼上 昨年我們展示了這套鑼 而這套鑼 一套鑼 非常威脅 昨年他出發了很大的歧途 所有飞鑼包裹的這套鑼 因为我们工作上的质量和耐性 我们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质量质量质量 5年的质量 得高 这制表大师一出手 专家都得靠边走啊 怎么样 泰哥好呀 摩纳哥追真计时 厉害吧 这表据说是一表能求啊 不过卡雷拉的熊猫计时也真心不错 我觉得是史上最漂亮的卡雷拉 另外喜欢卡雷拉的小伙伴们 今年还有一些中性表款 可以满足你对泰哥好呀 对卡雷拉的爱 今年我们会多分享一些泰哥好呀的表款的 有问题赶紧问